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没有理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鲜露英 你问我为什么会练到这门大声匹挂 我告诉你 我真的很幸运 因为以前一年代都没有什么玩 很想看电影 萧林功夫这么厉害 如果有一天我都可以这样就最好了 一直都只有照片 但有一天我自己的唐兄弟 他原来说我能练到一门功夫 师傅肯收我 一起过来玩 自此之后我就开始学大声匹挂 想起练拳的过程 其实史临露跟我的分别很大 虽然他打过师傅 师傅见到我 他说你这样做 先练历力 他叫我打沙包 他说很累 很累就站住 不要练 不是叫你回家 是整晚看着人练 你只站在那里 到明天你敢不敢不用力 练完 我跟你说下面去喝凉茶 手提不起 那些这样的日子 如是者 我自己告诉自己 一定要练好体能 到师傅满意为止 你问我为什么会去拍戏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读完书 练一下东西 功夫一直都很沉迷 日日定时 由十一二岁 到十六七岁 那个基本的日子 都是跑步 回师傅练功 师傅要比赛 我们师傅说 如果不能打的功夫 你练来做什么 一直都参加了几场比赛 都很幸运 都是有赢的 没输过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个导演 他们想拍到打擂台 当年是磊梁维的主角 他说除了主角 我想在旁边有几个运动员 我们整个戏的感觉 整个戏的感觉 就确实很多了 如此之后 我就拍了一部电影 但是还没入行 拍完 我其实都可以试试拍戏 刚刚刚邵氏 第六期训练班招生 我就淡粗出去报名 就入了行 自己都玩了十几年 刀枪剑击都认识的 都已经有了 我这样说 我都算幸运 原来我去了半年训练班 我当年给刘家良师傅 叫我去做副助手 我以前帮刘师傅几年 都是做副助手 我考训练班的时候 想要做戏 想要有戏做 但是那时候的功夫片 就刚刚不流行 那就喜剧 我便摇身一变 因为已经玩了十几年功夫 我就开始去做替身 龙虎舞师 那些很实在很充实 和学了很多东西 由那几年影响到我今天 功夫是每一家功夫的套路 但是电影呢 是要加电影的画面角度 不是说你打 如果我打拳 你当然觉得我那么厉害 如果我打拳过来 那你就觉得很厉害了 所以每天又一样 一直在另一个阶段去学习 做武师做演员 一路呢 你问我怎么看呢 其实呢 一路八十年代的电影 电视最兴盛的时间 一日可以有几十部电影开 我们走四五图 这样做 不觉得自己 做武师 到八十年代尾了 开始电影减了 那我就要切身想想自己了 那就是替身都是年轻的东西 我不可以经常都这么受伤 我曾经受伤的时间 我暈了一次 暈了三天 醒了 原来看一个日历 三天后 又曾经试过 两个星期 连两次针 过了那些日子 那你想一想 后面怎样 刚刚电视 那时候两个大台小台 大家都很认识 无线 雅士 当年 八十年代尾 我先拍无线 如果做电视 我就先拍无线 我无线拍了四年 我才过雅士 雅士一过去 开始全身做演员 亦都 都比监制导演都很重用 你看大家都 我想很熟悉的职母们 穆桂英 包青天 或者我和姜思有的约会 聖者为王 我全部都有份参与 一直做 但是一过到九十年代中 其实连电视市场有些改变 尽量的职位 下集权 在阅内 前面 三个楼 三个 这集权 这集权 有很多 不是